她究竟在等谁呢 我 陌生女人 原来是她 危险人物欲净了 林总 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 有机会的话 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 原来只是供应商啊 也是 你看她从上到下 是这种话中穿着 这种话家子 情侶概略 基本为妇 你 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 这次的工作 我不知道是跟你公司有关系的 我也不知道 这次合作传属巧合 是是是 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 总而言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你女朋友 我也不想让别人说 我的公司 是走后门进来的 也不想你骗她我 明白吗 谢谢你啊 林总 小蕊 直接请 林总 刻着一下 那要是克制不住呢 那就用心克制 我们公司的特色是二次元 但是现在市面上 互联网公司跟二次元 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 并不少见 就此这样的案例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 如果各位需要的话 我可以做一些类比 给大家共参考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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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我小项目的签约 你根本不用参与的 我是来抽查一下 你们市场部的工作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顾小姐 合同没问题了 一付款给到你们 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 正常进行了 好的 好的 期待我们合作啊 谢谢啊 等等 这位是顾总监吗 是 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 我有些理念 要私下给你传达一下 常常没有见过 我们林总 对我们工作要这么认证过 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 不然与林总的委员 都得死 放心 死不了 你干什么呀 你把我一个女孩子 叫到你办公室来 而且为什么不叫赵磊 顾总监 把门带上 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就好 麻烦 你这样子 我给你帮我 做什么事 我一切都给你了 做什么事 就好 你说 我一切都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